南无 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甚未了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意出来真实力 阿弥陀经书超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摄利佛如我今者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书文 称上不读我见势力而说此言 亦十方诸佛同见势力而说此言也 赞者称赞 探者感叹 不可思议者上言我见势力 今吉言其力非寻常之力也 文有三转 一 非无异 一 非无异故云力 二 非但是福之力 故云功德之力 三 非但功德之力 故云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也 是以赞叹 非偶然故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开始了我们正中分的第三大结构段 就是转引十方诸佛的这种正言来令余慧的大众断移生性 那么这个另断疑惑有分两个层次展开 第一是产明十方诸佛异口同声赞叹 第二就是解释这个经题作为赞叹的内容 先看第一个明佛同战 明佛同战首先是谈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赞叹 其次就转述他方诸佛的赞叹 经文的意思就是又告当机的设立佛尊者 佛就说如我今者 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称了 今就是在今日的法会上称阳赞叹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 那对于功德之利会有解释了 那从结构划分来看 历来的祝经家也有把从这开始 这个判为流通分的 意思就是十方诸佛来称阳赞叹 使这部阿弥陀经得以广泛流通 这个像孤元智元还有偶遇大师都把这个作为流通分 但是像廉词大师大佑法师幽西大师呢 就还是把他作为正中分的一个组成部分 认为这个属占的本经的题目 也是跟正中分的内容密切相关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分法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廉词大师还是把他作为正中分的一个部分 书文就看了 这里有一段非常深入的解释 就介绍 前面是总结性的赞叹 释迦牟尼佛说 我见世地故说此言 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自称 这是佛所亲证的真相 就是阿弥陀佛作为佛众之王 称信发愿建构极乐净土 来广泛饶医九法界众生 令众生闻信佛名当身 横超三界究竟快速成佛 这样的力是甚多甚广甚深 包括灵命中时心不颠倒 一般的修行人通图佛法 修行在灵命中时 哪怕平时很用功夫 灵命中时都有种种的颠倒 那净土法门呢 却有一个他地的附佑 阿弥陀佛临终来剪影 来附佑这个念佛人 心不颠倒 义不贪恋 如如禅定 保任往生 这些都是大力的内容了 那么这个净土法门 给予众生的究竟大力 唯佛才能了知 佛是无言圆明 佛如是见又如是说 这个是由于这样的法语 真相的传达 能够究竟利益众生 所以无问之说 那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 见这个利益而宣说 乃至十方无量无边的 微成数的诸佛 也共同见到净土法门 饶益众生之大力 也共同以慈悲心来加以宣说 所以这里 战就是称赞 叹就是感叹 用佛的清净的梵音 来称赞阿弥陀佛 他的悲怨 光明 善巧 神通 这些建立名号斗众生的 这种简易的方法 同时也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 医报庄严 五成说法 令众生在那里 成就快速成佛的道场 这些都极为稀有 就感叹 叹就是占用之极的意思了 那这个赞叹什么呢 赞叹这个力 又加了不可思议功德之力的 这样的修诗词 用不可思议表明 释迦牟尼佛见到的 净多法门 劳于众生之大力 是不是寻常的利益了 那这样文具体会 就有三次 三种逐步转生的意思 第一就是非无意 顾云力 佛精口鼠宣 不会说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 所以佛只要对自己而说 都有利益 好 但这个利益呢 是什么样的利益呢 佛是五成说法 对五成行人有浅身的利益 所以这里进一步谈到 它不是一般的人天上的 事项上的利益 乃是一个指向出世的本怀 所以就叫功德之利 那这个出世本怀也大小称 都有种种法门 所以在这个功德之利当中 又加以一个界定 是不可思议功德之利 不可用我们的一般的思维去传摩 不可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述 也就是净土法门全体是佛属自正的那个境界 属施舍的 慈悲智慧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 所以就表达是不可思议功德之利 是以这个赞参把净土法门 教主阿弥陀佛 以及他施舍的法门给众生的利益 用这句话做了登峰造极的赞叹 所以谈不可思议功德之利 不是偶然去说的 它一定要有依据 好 请看下面 抄文 称赞者 称阳赞美 彼佛广大功德 令人归信也 感叹者 感激 叹息 慈法 人天稀有 历劫难逢 令人悲喜 喜者 喜其得闻 悲者 悲其闻之完也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是此今圆明 亦见前序 今明不可思议者 正以阿弥陀佛 由此不可思议大功德也 文有三转者 力中多寒 辗转深广 初 是福之利者 修 是相福 世间应故 是名小利 二 功德之利者 初世间应故 是名大利 三 不思议功德者 初世间 上上应故 是名大利中大利 改功德 虽甚是福 于中复分甚列 有可思议 有不可思议 今世不可思议之功德也 故大利中 父称大利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个赞叹 就是称扬赞美 阿弥陀佛的 广大功德 来令一切众生 闻信佛德 产生归命 乃至归源的信心 净土法门是男性之法 我们众生怀疑甚多 靠我们自己采摩 永远难以断这个以往 所以 本师释迦牟尼佛 乃至释放祝福 来帮助我等众生 断移生性 所以一定要 从赞叹阿弥陀佛的 威神功德慈悲 智慧入手 以及阿弥陀佛如慈母般 意念我们的深重的悲心 悲悯 让我们产生浪子回归的 那种宗教情怀 那佛佛道同 预令一切众生出离生死 了知阿弥陀佛 代表着十方三世 一些诸佛引领众生出离轮回的 慈悲的本怀 所以佛引下了自己的功德 把阿弥陀佛隆重地推到第一线 来代替众生 来感激 来叹息 净土 念佛往生一法 这是在十方世界 人天里面 是稀有难逢的 得人生很难 闻佛法很难 信净土就更难 无量节以来 真是难以遇到这个法门 所以今生得人生 借助多生多劫 微善 信誉这个法门 能够产生一定的信心 这真是任人悲喜交集 这里 要知道 悲喜是一种宗教情怀 也会说 净土特有的情怀 不是那种很冷 冷峻的 理性化的 净土法门要强的一种情怀 这种悲 这种喜 这种喜 就是 大喜便永新的 便永生的感觉 这种 欢喜 踊跃的感觉 就是 好像 一个穷人 在狮子路口 捡到一个大元宝的那样的 眼睛发亮的感觉 就是 欢喜 尽能闻到这个法门 竟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法门 竟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竟然这么容易去 去了 竟然那么容易成佛 一下子 就是 蒸着 烧饼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惊喜 这叫喜奇得闻 还同时伴随这种悲 悲痛的心 悲伤自己 无量节以来 轮回昏沉颠倒 在感激和欢喜这个法门之力的同时 他伴随着一种悲感 悲伤自己 为什么闻这个法门这么晚 如果早闻到这法门 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要有一种悲感 同时悲感里面又包括一点 惭愧之心 忏悔意识 为什么闻得这么晚呢 可不是捏障身重吗 福德浅薄吗 那无量节以来我们照着的念 就能障碍文性净土法门的 构成这个障碍 所以悲里面有惭愧 有忏悔在里面 好 那对于这个法门 为什么感觉到稀有难逢呢 就在于它的内涵 确实具有不可思不可意的特点 这个不可思意乃是阿弥陀经的 圆明的核心的内涵 关于不可思议的法义的讨论 在前面联志大师的序文里面 就有探讨了 探讨首先在前面序文分为五大段 第一是赞叹这部经典 赞叹这部经典 首先是从它的体性上赞叹 灵明动策斩棘长恒 非着非轻 无悲无效 大哉真体 不可得而思议者 其为自信于 因为联志大师为什么先赞叹 先赞叹我们不可思议的自信 灵明动辞代表我们自信的无量光 斩棘长恒代表我们自信的无量寿 这无量光寿是法界的体性 不是有也不是无 不是被也不是像 离开这个方位 它是妙明真心的本体 不可得而思议 离开了你的言语相 心源相 那不可得而思议的可不就是 一切众生当下的自信吗 那这部阿弥陀经完全的彰显自信 所以谈不可思议 就是对自信 妙明离体登峰造极的这种表述 那进一步 对不可思议在那种净土法门的 妙用上加以赞叹 成足而亲 反背而相 曰三其于一念 其足胜于片年 至哉妙用 亦不可得而思议者 其微佛说阿弥陀兼耶 就是这个法门 尤其是弥陀明号的建立 能够使我们的染灼的心 给它澄清下来 成足而亲 反背而相 让我们背绝合成的妄心 能够回归我们的自信本源 那这个念佛法门 能够约三其于一念 一念就是我们能念的一念 可以顿然超约三大阿仁起劫的修行 就是你这能念的一念 感通佛地 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批八字菩萨 你当下你作为阿批八字菩萨 就超过了藏教的 那成佛的三大阿僧起劫的过程 藏教的果头佛也就相当于 原教时信位的第七信 那你如果到极乐世界阿批八字 至少属于原初柱以上的水平 这叫约三其于一念 是真实的这样的妙用的表达了 其逐生于片年 片年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 你在这个鼠念之境的 这个境名号 是阿弥陀佛的平等心 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转换为一切念佛人的功德 于是你只要念这个名号 你就能够跟所有的菩萨 齐等 把守同行 这两句是明言了 我们学净土法门 常常要是为 为什么净土法门这么 圣庙就有一塔其 约三其于一念 其逐生于片年 这种奇妙的得用 那是登峰造极 也是属于不可思不可义的范围 那这个不可思不可义 也就具体体现在佛说阿弥陀经的 这部经里 好 那这个就表明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这部经的核心内容 经名不可思议得正是由于教主阿弥陀佛 有着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功德 大功德从名号核心意义上就是无量光寿 从他的这个慈悲度化众生的立场来看 就是建立名号度众生 从他预定众生快速成佛的立场来看 把极乐世界营造成一个非常圣庙的修行道场 这些在我们整个的讨论当中都是贯穿着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大功德来展开的 那这样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经文当中 谈到了这个文句 他就由三次转转而生的表达了 首先就围绕这个利 这个利不是财利了 这个是修行上的利益 这个利里面包含多意 辗转深广 首先这个利谈到 是福之利 佛因众生的根基 也要在事项上谈人天之福 当每个人知道因果的观念 获得他人生今生比较美满的结局 所以你的持五戒呀 修时善业道啊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啊 持心不杀呀 这些都是在事项上来令我们得到利益 但修这些事项上的福 所以世间人天福报之善因 他虽然有利益 但比较小 不能解脱轮回问题 解脱之道的利益还得不到 所以称为小利 那佛出现在世间的本怀 就是要令众生处理轮回的 处世间的利益 这是佛应在心怀的 所以这里就要谈功德之利了 功德之利就是谈处世间的修道之音型 在藏通别原式教里面 首先在藏教里面就要修四圣地呀 十二因缘法呀 你修四地十二因缘法 乃至广开的三十七道品 这些都能够处理分段生死 不在三界里面轮回了 但是他是依事实来修行 不能悟到妙明真心 是还属于可思议的范围 但虽然可思议的范围 他也能够处理三界 长一生死就称为大利 好 那进一步表述不可思议功德 这就表明在处世间里面 他的因形属于上上之因形 那就属于原教的范围了 那就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了 这就是促世间的功德之利当中 大利中的大利 就是谈这个功德显然超越福德 在功德里面又分有殊胜有漏列 有可思议有不可思议 那么净土一法 十方诸佛所见证的净土法门 乃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利的范围 所以就在促世间的大利当中 是大利中的大利就加 就表说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 所以正因为不可思议功德 所以在净土法门 他就很多就你没有办法去思议的 你五逆十恶的罪人 即将要下阿比地狱 你临终十生一生都能往生 自信信要预生我国乃至十念 阿弥陀佛前来接引 这个修通土的所有法门 你只要因应回向可以往生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 信心欢喜乃至一念 自信回向记得往生 驻波退转无上菩提 甚至你这个一念感通 你都能往生 这在通透教理当中 你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一往生你这个那里没有善恶道 那一往生就是佛的向好光明 一往生就具有六种神通 一往生你就是阿比拔至菩萨 你是阿比拔至的不退转的菩萨 同时你的烦恼还没有断 虽然烦恼没有断的凡夫 但是你却有阿比拔至菩萨的功德 和相貌和神通辩才智慧 这些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 用通透教理你是很难解释的 但禁读法门就有这样的一个妙用 所以这就叫不思议功德 所以这就叫不思议功德 至处世间的上上之音 好 请看下来 书文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如身亡中说 比安乐世界 属有佛法 不可思议 神通现化 不可思议 若然信如世事 当之世人 不可思议 当之世人 所得夜报 亦不可思议 又 依正因果 四句 不可思议 超文 此分为四 四 是施法 广大功德 为无量寿 无量光 三宝 道品 种种等 二 是神话 周辩功德 为水鸟 树林 弦宣妙法 衣食服用 受用自然 众生 皆具 向好 神便等 好 先看这一段 这里 对不可思议 有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首先引用一部经 就是阿弥陀 古因身亡 陀罗尼经 这是属于 净土经典 同类别的经典 不是属于同步 而同类 这部经 这部经是佛在 詹波大臣 为五百阿罗汉 比丘 所宣说的 也是 无问之说 直接指出 极乐世界的方位 名称叫安太 那个地方 种种 圣庙 说完 说这个法语的时候 就当下 十方有横河沙 这么多数量的足佛 也都在 赞叹 比安乐世界 就是阿弥陀佛的 安乐世界 就这种赞叹 有四个排比句 都是谈不可思议的 比安乐世界 第一个不可思议 那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以及往生者 他们就由大神通 变化 分身善淫 到他方世界 上供诸佛 下化众生 这个神通 现化 不可思议 如果能有信这个事 相信法界当中 还有这么一个差读 还有这么一尊佛 还有这么一个利益 这个大事 能够相信 就应当知道 这个能相信的人 也不可思议 你看由于这个法门 就太超越了 一般的世间的人 特别逻辑思维很发达的人 一般听了都觉得 不相信 只无需有 甚至他还会说 你吃饱了撑着啊 还相信这个事啊 好像你都有点奇怪了 搞得那些相信的人 觉得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念 都不信我 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因为他 确实不可思议嘛 那么远的地方 还有个阿弥陀佛 他到底在哪里啊 极多世界虚无缥缈 你指给我看看啊 那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啊 我在这里赚钱 时间都来不及 哪有闲工 听你讲这些东西 甚至听了之后 他会哈哈大笑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 像老子说的 不笑不足以为道啊 就因为下是蚊子 大笑之 才能反映这里不可思议的东西 就好像抓痒的 抓到个痒之后 他忽然笑的一样 抓到了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所以一个人能够真心相信 这个绝对是有 那这个人就不可思议 因为他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那这个能相信的人 他一定不可思议 他没有多神多吉的善根 他怎么会相信呢 现在世间人都相信世间上的一切啊 相信科学啊 相信全世 相信金钱的时代 怎么会相信一个这个东西呢 你看佛早已说 你能相信的人就不可思议 好 你既然相信了 你肯定一教奉行 然后你所得到的业报 你一定修敬业嘛 信愿念佛嘛 你有信愿念佛的敬业 你就得到一个果报 果报就是临终佛来解引 那你的神识到这个莲花里面去 然后安然地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不仅是临终就在当下 你信愿念佛 你西方极乐世界 就用一朵莲花转出来 上面标了你的名字 你越念佛越渐渐的莲花 越长越大 越来越光彩 你说这个果报 捏宝不可思议吧 那听到以后 多少人不相信 怎么我在这念佛极乐世界 就有一朵莲花 那就要相信我们当下 这一念心的不可思议 我们这个心就能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们这个心就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表现形态 所以所得的孽宝 无论是当下的还是灵命中的 以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妙用 那种利益 也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进一步说 他的一报功德 正报功德 他修的因 他得到的果 这四种也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 好 那对于这个 一正因果的不可思议 下面就具体展开了 这里分为四种 来进一步理解不可思议 首先是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他不可思议 施法 施就是属施设的妙法极为广大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施 这个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常常有句话表达 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 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 好 这里注意一个概念叫法界 此法界 此法界是什么 就是无量寿无量光 就是一切众生的佛性 智性 也就是一真法界 一切世间的法 处世间的法 都是从这个法 一真法界流行出来的 好 所以讲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就是无量寿无量光 由这个无量寿无量光 这是阿弥陀佛名号当中两个核心的功德 由这个无量光寿的原点 这个法界当中流现种种的法 佛法身三宝 三世七道品 三世七道品又有脏通别缘的这种类别 六度万恨 由三世七道品属寒色的大小称的种类的法 又能够延伸成恒河沙的无量无边的法 那这里属诗色的法 或者是正报的佛菩萨来宣说 或者是现象 现象好光明来指成 或者是他的五成都在托世贤法 往生者由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他离开了我之身界 六根清净 他闻这个法 当下就能得到闻词陀罗尼 得大种词 六根互用 所以一尘一花一水一毛都显现法界的本体 所以这里面就是属诗色的法不可思议 所以这种不可思议在华言是概说为 世事无碍法界 世事无碍法界当中它有十宣门 十宣门其中就是托世贤法生解门 极乐世界包括华藏世界 解脱种种事项来显现法性 令往生者能够开悟 所以这是属于不可思议 所以法法头头都是妙法 年来就是 第二呢 从依报受用来看 就是 神通变化 周边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首先你看神通变化 从极乐世界本土来看 它一些依报都是很神妙的 这里谈到水 水是巴工的水 水是七宝的液态 水加载着很多的宝箱 水在徐返的流动 水可以向下流 也可以向上走 围绕着宝树 那水和水相及的声音 发出声音 水发出声音 能够瞒你 能够讲一些法 水能够瞒你一些念头 你想让这个水 深一点就深一点 浅一点就浅一点 暖一点就暖一点 凉一点就凉一点 所以这个水很神妙 这是水 所以这个水你看到 就不是清而阳的 我们世间的这个水 它就是自信的得水 是佛水 或者透过这个水的神妙 来理解佛心 佛用 你可以称它为水佛 你可以称它为水佛 再看它的鸟 有种种奇妙杂世之鸟 这个盘旋 徽祥或者在金地上 或者在保持的莲花上 或者在宝树的枝条上 在那里上下飞舞 它这些鸟都是七宝的乃至无量重宝的 种种的艳丽的颜色 它的飞舞形成一套亮丽的风景线 然后这个鸟呢 不仅是掌性悦目 它能够讲经说法 三十七道笔都能讲 那如果鸟还是说有情的话 那这个有情说法 还有无情说法 风吹这个树林的树叶 它的灵朵都能发出音声 都能讲经说法 所以就叫水鸟树林 弦宣妙法 所以那是一个法音流畅的世界 那是一个你想听什么法 就能听闻到什么法的世界 你想听佛讲经说法 就到七宝讲堂 你想坐在莲花亭 你就听得水跟你讲经说法 大功德水跟你说法 你想姿态舒展一点 你就听鸟跟你讲经说法 听法的形态多种多样 多元化 丰富多彩 所以你说法门无量 试验学 那极乐世界是最佳的选择 不仅你在本土 听水鸟树林讲经说法 你想到他方世界 听他方祖佛讲经说法 也可以自在前往 然后一切众生的支撑用具 具体体现在衣服饮食 这是基本的生存条件 那是念头一动就显现出来 你说这也让我们炫目不已啊 我们这个世界得点衣服 得点饮食 很不容易啊 很辛苦啊 要竞争啊 甚至不择手段啊 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饭吃的时候 你才知道能够吃饱一顿饭是人生最高的幸福啊 原来我也经过的那个是很小的 但我依稀记得我那个邻居的一个 跟我母亲两人都在讨论吃饭问题 他们都很什么 什么时候能够吃到一顿饱饭呢 都是很把吃到一顿饱饭作为人生最高的幸福啊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现在我们可不能现在有点饮食生活条件 好一点去召见粮食 要知道召见粮食 什么时候我们就碰到饥荒 说不定你连草皮都吃不上 所以这不容易 所以在极乐世界一时自然 这就没有生存的压力 它整个的生命的时光 都能用在修行养现上 现在我们多少人也想修行呢 但是生存压力啊 不得不上班啊 甚至上班赚的钱不够啊 还得要去兼职啊 搞第二个职业第三个职业啊 一生就为了这个衣食住行 忙活了一辈子 你生命的质量又在哪里呢 好 那极乐世界往生者还都具有做向好神变 这个是很不也是不可适应 我们现在的拿的镜子都不敢看了 长得太丑陋了 三十二相不说一相半相都没有 有时候我讲自己就是半恐怖分子 大家听得都哈哈大笑 真的是半恐怖分子 但是殊不知我们一到极乐世界去 连花转凡成圣啊 从连花出来我们就是佛的向好啊 这种转变有多大 那是太惊奇了 在十法界里面我们人法界 你说人法界的相貌 尤其是五诸恶士的这个众生 寿命就是七十来岁平均寿命 这个这样的一种丑陋的样子 一到极乐世界就是佛的向好 他就顿人超越了天法界 深闻法界 圆觉法界 菩萨法界的向好 到了佛的这种向好 然后这个神通变化也马上陷进 偏眼通偏耳通 他心通漏境通 这些都都出来了 而且还不是 藏教通教别教的神通的那个情况 乃是佛的那种神通变化 我们往生者都能具备 所以这个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能得到种种自身用具的奇妙的使用 一者有阿弥陀佛的那种果地上的神通变化的巨大加持 和恩德的赐欲 同时也是激活了我们本有的那种神通变化的潜能 奴来藏的德性 马上使我们就能够把佛的果地上的所有的拿来现前受用 这也是感应到焦难失意的惨物了 好 请看下面 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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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事也 一正因果子 一为同居 及 及光 正为应生 及法生 因 为七日功成 果 为一生不退 一幅超越长情 故 据 不可思议也 惜 因法师 于东都 讲华严经 事事遍 因入 错禅师 进阅道场 深入三昧 探阅 自恨 多年 空寻文书 老 身 清 何其念佛 不可思议 好 请看这一段 第三是谈什么 你能信的人不可思议 这是还是 顺应著 阿弥陀 古音身亡 陀罗尼经 谈的四种不可思议 你能信 为什么前面 两种功德 法门 功德 你能相信 这就说明 你有叙事的 净土的善根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善根 是叙事修了 无量的善根 今生才能相信 这个不可思议的法 对这一点 无量寿经 有明确的表达 佛在记者里面说 若不往昔 修福慧 于此正法 不能闻 已成清 成逐如来 故有因缘 闻此意 如果你不是往昔 多生多劫 曾经修过福德和智慧 的话 那你对这个净土 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这个正法 这个妙法 你今生是碰不到的 即便你听到了 你也不会相信的 不得闻 闻里面是包含信的 你如果听了 你不产生信心 那等于是无闻 而且还要曾经有过 见佛 清晨 清养 侍奉 逐奴来的这样的功德 你才能够 今生有这个善因 还要遇到这个善知识的缘 或者遇到净土法门的缘 或者遇到佛 出世 四线八项成道 在他坐下听法的缘 你才能够闻信这个净土 圣神之法 净土法门全体表现 阿弥陀佛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 如来智慧 还二称不可量 二称的行人 都是不可量的 这个净土法门 偶一大师说乃是唯佛与佛方 能究竟的法门 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相信 不能理解 它是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没有善根 确实你闻不到这法门 你也不会去相信 所以这个金刚波仑 现在的始末 也就是金刚经 这样的一个圣灭的利益 你能够闻到金刚经的 一里 无事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修其善法 折斗恶罗多的善名善不敌一心 乃至于任何一个计 一切有为法 罗孟患泡影 罗易罗电影座罗斯关 你对这些能够马上相信 闻到那个主法的空性 没有不经不布 生起这种因应 生起清净的信心 那当知识人 乃不是于一佛二佛 三是五佛而众生 乃是在无量族佛 所中过善根 你才能够听到 金刚般若的空 真空妙游 不生惊疑恐怖 由此来看 你闻到净土法门 尤其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传达的这个议理 你能够悲喜交集 一毛为处 当下相信 那真的也不是 在一佛二佛三是五佛 众生根 乃是在无量族佛 所中过善根 你才有这样的一个 信心欢喜的情况显现出来 所以能信受这个法门的人 就是叙事 曾经修过无量善根 才能相信 无量寿经甚至佛说的 可能一般的人 还是不能接受 那些不能相信的人 甚至生诽谤一些的人 那基本上是从三个道里面过来的 他才会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生起信心 我们一定要自重 自肯 了不起 佛战是人中分头力 分头力它是莲花开的一种 正在开的那种状态 叫分头力 还不能仅仅理解 白莲花 它这个莲花开放 有三种阶段 第一个是还没有开 叫一种名称 正在开叫一种名称 开完了要落的叫一种名称 那分头力就是正式开的过程当中 那是最好的状态 那就代表你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是人中分头力 说明你的我们的 如来的决心 正觉得这种智慧 就在绽放 就在打开 这个意思 好 请看下面 下面念了 现在谈第四个 就是数得涅报 亦不可思议 谈这个 这个得到的果报 非常殊胜 殊胜在什么地方 这里就谈到四种了 就是你只要信愿成名 感通阿弥陀佛的愿令 灵命中是阿弥陀佛拿连台来结饮 结饮 你当下就能够记得往生 记得随佛往生 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就路上善会 就是表达 以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个上善 就是指一生补处菩萨 最低限度是阿弥陀佛 佛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跟观音四至 米勒文殊普行 把手同行 这是第二个礼仪 第三个 你一去就能得到不退转地 不退转地就是阿弥陀治 在通途教理来判 至少是原教出著的水平 它包含三种不退转 位不退 路胜流不退 不退到凡父位 行不退 修大乘菩萨行 不堕到小乘治了汉的行 念不退 就念念流入沙坡 入海 与一切种子相应 身口一山 也随智会行 那这个 极德不退转地 好 在极乐世界你得一身 得阿弥陀治 就能够很快 得到一身补处 能够就近成佛 那就近成佛就是不需要再转身了 就在极乐世界一生能够成佛 他寿命无量 而这些都是超约长情 就是用通途的教理 因果的法则都是很难解释通的 更不是我们凡夫逻辑思维的范围 一般表达为超勤离间 离世俱绝百飞 所以就称为不可思议了 只能用不可思 不可意来表达 成如金刚般若金所云 讲这个般若经典的法意不可思议 果报意不可思议 读诵金刚经的人 可能他被人轻贱 这之所以重罪轻暴 是把他要下三个道的果报 由于读诵般若金刚经典的这种功德 能够不再下三个道了 能够由你一点被人轻贱 或者受点疾病来消除 所以你看这个 无论是读诵金刚经 还是念佛出现的一些逆境 一些不如意 实际上从本质上来看 是一件好事 你被疑问 我原来没有病 我念念佛怎么就有病呢 好像念佛就没有好处啊 那念佛过程包括诵金的过程 一定是重罪轻暴 或者后报提前报 总之对你有绝大的好处 上次我们常常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读诵金刚经的这样的功德 所以一个人他送金刚经送了几年 他一天晚上做梦 梦到有五个女子 开着一辆车 招手让她上去 她也情不自禁地上了车 就奔驰到一个人家 这六个人就下来 就有个小门 这五个女子都进去了 她走在最后也要进去的时候 结果被一个很高大的 像金刚神一样的人挡住 说念金刚经的人不能进来 他说我为什么不能 他很想进去 我就要进去 那那个金刚神 还用那个金刚主给他顶了一下 然后他觉得很疼痛 这一疼痛他就醒过来了 这个梦境非常清晰 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就 就寻找这个路也很熟悉 好像就是周边的路 他就寻找那个路 看到就到了一家人家 就是这家人家停下来 再一看就问 昨晚上你们家里来了什么 客人没有 没有来客人 怎么没有 我感觉到是来的人了 那家人家说 昨晚上我那个猪生了六个猪崽子 其中就有一个死了 一条猪崽子生下来就死了 还有五个猪崽子在那儿了 他就一看 那几个猪 五个猪崽子都是 都是持的 而且那个花纹 跟那个女的 那五个女的穿上的衣服的花纹 惊人的相似 所以他就吓得大跳 哎呀 幸亏那个 我送的金刚金 不让我进来 要么我就成了只小猪了 这个公猪就是我了 所以他肯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你送金刚金 送无量寿金 阿弥陀金 到了阴间 阎王爷都会对你高看一眼 听说你会送金刚金 或者送阿弥陀金 都会恭恭敬敬 把你请出去 好 那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利 无论是现实的功德 还是临终的果报 现实的功德 我们实际上都要去助学这方面的调研 就是念佛的感应 念佛的感应很多 有时候我们谈古代的呢 会觉得好像很遥远 是不是真的呀 但是现在发生在我们周边的都有很多很灵验的感应 前两年我到绵阳去逢房 当地的居士都可能讲 文川地震的时候很多念佛 幸存下来的例子 或者在梦中得到了一种信息 或者本来他在那里应该在那打播客的 结果去放生了 结果这个房子塌下来了 或者坐在车上正在念佛 前面前后的车都已经被那个山滑坡全都盖住了 唯有他念佛这辆车 只相差前后相差五十米 唯有他几个念佛人在那辆车上没有事 就是这方面的真人真事的例子 还有发生在1999年不是从烟台到青岛的那个船的 船难失事的情况 有四百多人遇难 其中有二十二个人幸存 第一个被救的人就是念佛的 他这个掉到水里之后 他就想到 我就念佛往生了 并且他想到我希望祷告阿弥陀佛 希望我的亲属也念佛 他就在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念念 妇人感觉到脚下沙滩了 一站起来 原来他已经到了岸口 他又不会游泳 而且那个开船开了几个小时距离那个岸边有十多里的 十多里的海里 他怎么就到了岸边 所以他都感激由于他念佛 阿弥陀佛的陀佑 所以他写这个 他得救的这种事例 信心满满 而且把他的名字 他的电话号码都留下来了 不相信就可以打电话咨询他的 就是这方面就是这个果报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从这些古往今来的念佛感应来看 我们无人碰到什么事 马上第一念就必须是阿弥陀佛出来 我两年前到佛河浩特 也是亲口跟我讲的 那两兄妹开着车 地面是很薄的冰滑 要滑到山崖去的时候 这个刹车已经失灵了 两个人就没办法直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直接念那个车翻到山里去了 这两个人怎么就出来了 站在车子外面的路上 你说这神奇不神奇 这是论和科学逻辑思维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但是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发生了 印光大师的文超里面也讲翻车的事故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就从车底不知道怎么出来了 那车上的四十多个人全都摘到江底 全都死了 那它是怎么出来的 那是佛天佛天善神的妇佑 还真的就有这么回事 所以你念佛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的心中 阿弥陀佛就能给我们及时的救助 这些如果我们亲身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 那我们对阿弥陀佛这种一往情深 这种死心塌地念佛 你就万牛摸碗了 现在我们还有 还打妄想要学这个 学那个法门选择 还不能那个 就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还没有感觉 所以你相信了这个不可思议 任何时任何时碰到灾难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但是很多人 常常一碰到什么事 就是我的妈呀 你的妈还是凡夫 他救不了你呀 你的爹也不行 他就是阿弥陀佛能解决问题 好 这果报不可思议 例子很多 这个 就不需要在这里谈太多了 现在再讲一正果报也是不可思议 一就是一报 就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环境 一般对这个极乐世界是什么土的性质啊 都有种种的讨论了 从隋朝的进营会员分为三种类别 到智者大师以天台的理念分为仕途 这些我们来看 再就是有人提出善导大师认为就是报 报佛 报徒 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正确地表述到极乐世界的情形 那极乐世界有凡神同居图 有方便有渔图 有时报庄严图 有长级光图 这是他的一报 那站在佛的阿弥陀佛的立场 就是一真法界 法信徒 那为什么要分成仕途 仕途是往生者的烈士的心 他的变现出来的 那虽然变现出来是有他的众生的差别性 但是从这个极乐世界本土的体系来说 他是圆龙一真法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图就等于生到上山土 为什么等于生到附上山土呢 你在凡圣同居图你能见到阿罗汉 说明你见到了方便有渔图 你能看到很多菩萨 说明你就在十报庄严图 你能天天见佛 佛就在长级光图 说明他能够见阿弥陀佛 见观音世智 种种的菩萨 见到种种声闻阿罗汉 说明凡圣同居图 也就是长级光图 这是从他的一 一报庄严来看 从正报庄严来看 你这个阿弥陀佛 显现的是应生 还是报生 还是法生 一般我们对一些 分析是法生 报生硬化生 那可能在凡圣同居图 显现的就是硬生的状态了 乃至于在我们这个世间 阿弥陀佛 我们从观见看 你真身观是阿弥陀佛显现 六十万亿 阿弥陀佛 那由他恒河沙 由寻的这样的一个身高 这不是我们严厉凡夫所能观的成的 所以就在十二观 又十三观 又变化成 丈六八尺的印生 让我们观想 观想 你观想印生 当下报生也在里面 法生也在里面 三生一体 这就表明印生即法生 这都是 一报的不可思议 正报的不可思议数字 那修净土法门的因 因形 不需要经过三大阿仁几节的修行 不需要多生多节的修行 你只要七日功成 就是前面讲的你文心名号 一心之词 诺一日诺二日到诺七日 一心不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以作圣中现在期间 你的音形科其取证的时间很短 那这个七日 如果根基立的可能一日就能解决问题 根基有特殊根据的 一念感通即得往生 所以这个因形不可思议 因为你往生的对境还是十堡专业度 阿弥陀佛的世界是三界之外的净土 而且七日功成不是说非得要你断见识祸 你还可以大一横抄 虽然你是凡夫 但是你可以大一往生 大一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这个果就是一生就是不退转 一生成佛 不要经过一生 所以前面阿弥陀佛经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生补处菩萨 也是无量无边阿真起说 那这样的无量无边的一生补处菩萨 都是十节所成就的 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节 就是十节才开始开庄 接纳十方九法界的众生到这来 那在十节当中他能够成就一生补处的 就是无量无边阿真起说的数量 这些都属于超约常情的范围 都是通途佛法所不能解释的 所以这个无论是世种还是一生果报 都属于不可思不可意的范围 这里又引用了一位宋代的音法师 他这个宋代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如果进唐以参禅为主流的话 宋代也延续了这个潮流 但是加进了禅尽商修的这种要素 这也受有名颜兽 有名颜兽是唐五代的这位一位 法远宗第三代祖师 同时也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 他的禅尽饰料简是代表着 那个十代给禅宗行人传达的 一个出离生死的捷径 所以很多禅宗的祖师大德 也就兼修净土 不仅禅宗乃至教下都有导规净土的情形 这里就谈到殷法师 他在东都 东都就是百宋的首都 是在开封 因为开封你看它的地面 从春秋战国 那个建都的地基有好几重啊 它这个黄河的那种淤泥的那种累积啊 使得几千年的文明都淤泥在下面 这个开封曾经在百宋时期是 不仅中国乃至于世界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那这个殷法师就是在首都开封 来讲华颜经讲了四十遍 你看古人说明人家这个 他就一门深入 在一部经上下功夫 要讲就讲这部经 你说想一想 这华颜经这个八十一卷 我们讲一遍两遍都不得了了 他讲四十遍 那不知道怎么讲的 道卓大师说讲无量寿经讲了二百余遍 这都给我们很深的启发 有时候我们讲部经好像讲到第二遍 就觉得不好意思 人家确实讲几十遍 那就可能他讲了四十遍的华颜经 那对华颜经难受于凶 但是华颜经不是很好修行的 虽然他谈法界观谈什么很难入手 那以后他就到了道卓产师的敬业道场 看到道卓大师一心修净土法门 一天念七万圣佛号 临终往生的种种内向产生的信心 所以因法师就开始念佛 一念佛他由于这个讲华颜经的功德啊 生死心窃啊很快渗入到念佛三昧啊 这是在念佛三昧当中所展开的境界 出乎他意料之外 也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打开自身的如来葬姓 以及显现的极乐世界的全体的一刃庄严 那生路三昧所正的境界 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推测 但你从楚诗凡奇 大师写的《悉灾净土诗》 就能依稀仿佛地感知到 因法师他就体认到 极乐世界不可先程的这种境界 所以他就非常感慨啊 自己悔恨自己 原来多年来空寻文书啊 就是在那里经典当中去研究书文 注解这些几十年都是空等于白过了 而且你在研究这些书文啊 注钞啊 这些文艺的过程当中 憔悴身心了 然后他在修念佛法门 何其真的想不到念佛是这么不可思议啊 如果知道念佛有这么大的意义 我早些年就开始念佛多好啊 而不要空寻文书 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呢 这个例子很有启发作用 《四世阿藏经》佛也很 殷切地告诉修道人 你修道一定要在心理上用功夫 但一般的人喜欢博文强记 看很多的经典 看很多的经典很好要这个道法 但是这些道法这些东西 你在心性上没有受用的话 这就是奴人算 这个算别人的钱了 自己没有一分呢 你就是在语言文字 在经典当中去关注 但你的心性上 你没有开发 这个无上之道 你就很难体会 所以要走什么道路 守志奉道 你守这个出敌生死的志 奉道就是你要修行 你要在心理上用功夫 这时候你所体验的 证悟的这个道 才是如虚空法界一样的广大 永家禅师在正道歌里面 他也在悔恨自己个什么事情 勿早年来集学问 一成讨书寻经论 分别明相不知修 入海涮沙徒至困 那这个禅宗也要从心性上用功夫啊 发生向上啊 向上也早要体会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 而不是在语言文字上中去 做手脚的 所以永家禅师说 我原来也就是来积累这些学问 也曾经就是在文具里面 著书里面 在各种经论当中去研究 在研究过程当中 用分别识分别这个名像什么意思 那个名像什么意思 分别的津津有味 无有修止 不知道这是陆海算沙 你在海里面算那个沙有多少地 那么是突然的自困 自己搞来搞就搞不清楚 一头雾水 因为你心地没有打开 这个东西 这些古德 都是过来人给我们这些教训 我们要注意了 现在是一个知识的时代 无论是知识分子 就喜欢博学广文 记得很多名像 也滔滔不绝 诸诗 写书也是著作等身 说不准我们有时候都很炫目 也可能会走这条道路 但是不是好呢 要知道我们学佛目的在什么地方 所以印竹常常在文超说 说不要去做大通家 大通家一则做不到 二则做到了又怎么样呢 与生死按兵能解决问题吗 所以印竹虽然也是通中通教 但他从来不以大通家自居 再看看廉池大师 我们看他在遗稿里面 有个补遗文稿 他有一个比丘向他请示准备约帐 向他请教 看看廉池大师是怎么回答的 他有个誓约帐要语 廉池大师并不赞成去约帐 我把这个跟大家念念 他为什么不赞成呢 廉池大师说 大藏经俗全者 不过戒定慧而已 然曰藏者二种过失 一者知文字而迷理字 二者失理字而不慧心 涂慧光阴 指成原种耳 若能体达戒定慧熏 则一大藏经教 所谓念念常住 即念百千万亿卷经浙 此也 一夫施慈戒定慧 即是念佛法门 何也 戒乃方非为义 若能一心念佛 足恶不敢入 即戒也 定乃除散为义 若一心念佛 心不易缘 即定义 慧乃明照为义 若观佛身 至至分明 义观能念所念 皆不可得 即慧也 如是念佛 即是戒定慧也 何必随闻足字 约此藏经 光阴迅疏 命不坚久 愿族人以敬夜为集物 圣物以玉年为非 而复天也 好 看看廉师大师 苦口婆心的开始 对想约葬的人说 大藏经 属全息的 不过是戒定慧而已 三无漏血戒定慧 但是约葬的人呢 常常会有两种过失 就是他 他 执着这个文字 而迷失了文字 年外之理 这个理智 法义之趣 他不理解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可能好一点 他也认识 能够了解这个文字的理 但是 他心 还是没有打开 不能回归到心性里面去 有这两种故事 如果还在这里 去看 那就突然的浪费光阴 只是成为未来解脱的一个源 一个种子而已 你精神解决不了问题 那进一步要理解 诺然体达 这个 体会了达 界定慧 勋修 你勋修界定慧 实际上 你一大藏教的经教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念念 回归到自信 你就在念念 就念百千万亿个卷经 这有点华人讲的 铺一微尘出三千大千金卷的味道了 就从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 具足世间 出世间一切的法 要在这里去寻求 同时 这个界定慧 也就是念佛法 为什么呢 界是防飞为义 就是界的是防止 生口一三叶的 这种过失的 但你能够一心念佛 那这个 摄心呢 摄心念佛 你念头都在这个佛号上 都相光庄严 那一切 身口七支的恶 乃至于异地上的恶 就不敢落得进来 所以你念佛就是 就是界 那定 就禅定是 除散乱为义 如果一心念佛 我们细缘的是这个万德鸿鸣 不会细缘五一六成 心就 这个静定 这个静定 以一念收拾万念 以静念转染念 这个过程就是定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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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明照为义 这个照 如果念佛能够观 这个念佛的声音 自知清楚 心跟音声产生一种关联 甚至进一步观 能念的心 你鼠念的佛 当体极空 无自信不可得 这就是慧 如果有这样的去念佛 这就是界定慧 同时在修 你既然 你既然一大藏交都是讲界定慧的 你在念佛当中界定慧就在当下 已经全体获得了 你还要去随文足句的约这个藏经干嘛呢 这些话都是从一种修道解脱的真实的层面去谈的 那人的生命是无常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命中的时刻 光阴非常迅速 所以一个生死为生死心切的人 就一定是把念念在这个名号上作为当务之急 而不会在询文足句当中浪费大好的光阴 你如果不在佛号上 你一切的光阴一切精神的浪用 就等于大炮打蚊子 这种感觉 所以连大师最后肯切的说 千万不要把我的这个语言认为是不正确 而不去听从了 现在也有些无人出家在家 说是说的 我要闭关三年约藏经 要甚至更上次约 倒是倒是好事 比你在外面造孽要好 但是从我们要最优化的选择 你还是专精在佛号 当然配合一点诵经念佛抄经拜佛 但是念这个名号要作为当务之急 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集中在念佛上 通过念佛打开我们的心地 那以后再看经教 一切都是说我们的心里的东西 自心的加征 物理人说物理话 开门见山 哪用得做随文足句 用心意识去琢磨这句话什么是 那个是什么意思 常常讲随文解义三世佛愿 我们常常是理解不到位的 理解错了的 还是老实念佛 像这个阴法师那样 对他原来空寻文书 有一个悔恨 老反身心 何其念佛不可思议 一定要老实念佛 一定要体会这个念佛不可思议之处在什么地方 你尝到的这个法味 所以你就能放下很多东西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使徒睿者 装远佛敬佛 上报四重门 佳敬山土湖 若有建文者 西化菩提心 尽此以保证 同生极乐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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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